自和黄晓明离婚后,杨颖这个自带话题度的顶流,已经很久没有掀起波澜。 就她已经录制好的综艺节目,官方也特意剪掉了关于她的全部镜头。 这一切,都源于最近她惹出的一桩大事,甚至因此被软风杀。 她出入于国家明令禁止一人出席的场所,为了追星不择手段,甚至疑似加入了邪教组织光明会。 随着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种种被曝出,杨颖以前的黑料也浮出水面。 原来表面甜美的她,竟隐藏着这样的不堪往事。 韩国出道的爱豆Lise参加风马秀的消息,一时间内震惊了中韩娱乐圈。 对她的行为,韩国粉丝表示十分气愤,认为她偶像失格,不能再在大众面前出现。 对此,中国网友的愤怒也不遑多让,大多数人表示不了解和抵制。 然而就在大家都表明立场时,却有中国的明星亲自出席了Lise的风马秀表演。 原来,在关于风马秀的照片中有人发现了杨颖的身影。 她盛装打扮,似乎丝毫不在意自己的影响。 众所周知,风马秀是带有色情性质的表演,而我国早就有明文规定作为公众人物的演艺人员,不能出入类似场合。 虽然风马秀在法国展开,但杨颖身为中国艺人,前往观看的行为依然是不被允许的。 因此在偶遇照片爆出后之后,很多官媒都删除了有关她的消息。 可能是害怕事情闹大,杨颖赶快找了风马秀官方来替自己遮掩。 风马秀称杨颖这次并没有露面,但如果她想参加的话,官方一定欢迎。 这番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话,并不能令大家信服。 而杨颖此时也的确到了一个危险的关头,或许再过一段时间,我们就无法在电视上看到杨颖了。 那么,为什么杨颖会这样不爱惜自己的羽毛呢? 其实这和她喜欢追星有关。 杨颖很喜欢Lisa所在的组合,Blackpink, 去过很多次演唱会,而Lisa这次的表演她也没有缺席。 不过仅仅为了看偶像,就压上自己的职业前途也太翻不上了。 随着网友们的深挖,竟然发现了杨颖极力想要隐藏的秘密。 大家都知道,在很多猜测中,Lisa上风马秀是和光明慧有关。 在风马秀之前,她还佩戴过一支镶嵌着假眼的饰品,而那正和光明慧的标志不谋而合。 无独有偶,杨颖也曾带过类似首饰,还在视频中放入了光明慧元素的特效。 因此有人怀疑,杨颖出席风马秀正是光明慧下达的任务。 传闻里,光明慧是一个势力庞大的组织,加入其中的明星能获得数不胜数的资源。 也许杨颖嫌自己在影坛的地位不高,想要依靠光明慧提高身价也不一定。 虽然已然是我国娱乐圈当之无愧的顶流,但为了实现目标,依旧甘愿深陷光明慧的烂摊子。 杨颖的野心可见一斑。 但了解了她的经历就会发现,她不止现在有野心,以前更是野心勃勃。 她能达到今天的地位,靠的也是心机与手段。 杨颖出生在上海的一个普通家庭中,小时候她就被夸张得可爱,而这也让她滋生出了当明星的想法。 上学的时候,杨颖就因为长相好看又会社交,而开始兼职模特了。 后来她更是置身前往日本,在那边当模特生活。 工作之余,杨颖就开始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考虑,到处寻找适合自己的男生。 而她交往过的,也基本上都是有钱的富二代。 在日本有些起色后,杨颖又到了香港发展,想实现自己的演员梦。 但是由于她演技不好又没名气,只能饰演一些花瓶角色,电影节上看不到她,八卦头条的版面她倒是常常现身。 其中,最令人瞩目的还是她与陈伟霆的恋情。 虽然当时的陈伟霆长得不太帅,但胜在家境好,有背景,正是杨颖喜欢的类型。 在杨颖的手段下,陈伟霆立刻被拿捏得死死的,两人不仅被拍到同住,甚至还闻了情侣纹身。 杨颖的混血长相还十分惹周杰伦喜欢,周杰伦曾经指名道姓让杨颖来为自己伴舞。 杨颖在舞台上极力表现,魅眼如丝,但最终还是没能成为天王嫂。 可虽然放纵的作风热度不减,但杨颖在港台终究是没什么起色的。 正当她焦急之时,另一个冤大头就出现了,而她正是拯救了杨颖的贵人。 一次应酬中,黄晓明在夜店里看到了杨颖。 杨颖的美貌一下子就把她迷住了,而杨颖也知道她是有名有姓的大前辈,刻意地接近她。 郎友情切有意,两人很快就勾搭到了一起,发展成了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。 其实当时的黄晓明已经有女朋友了,但她既想留住新欢,也舍不得就爱。 杨颖见黄晓明如此犹豫,便屡次逼黄晓明官宣, 据说还特意请了狗仔偷拍,就是为了把自己和黄晓明的恋情公之于众。 终于,黄晓明还是服软了,她和李菲尔分手,并承认了自己与杨颖的关系。 为了让杨颖得到更好的发展,她把杨颖带到内地并频频给她塞资源。 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,综艺,杨颖的待遇与内地的顶流无异。 黄晓明不遗余力地捧着杨颖,杨颖也很争气,不久后就成为了拥有国民知名度的女明星。 而红了以后,她就忘了自己是怎么上位的,渐渐开始飘了。 为了维持自己的热度,杨颖开始疯狂炒作。 她不仅拉着黄晓明一起去医院,坚定自己有没有整容,还在采访中大放厥词,说自己要拿一个演技大满贯。 杨颖的演技是什么水平,观众们都心知肚明,她的面无表情,抠图表演让刘德华都倍感无语。 更别说如此敷衍的工作还能拿到天价片酬,她的存在对观众来说就是一种侮辱和挑衅。 而且杨颖能红,基本全靠黄晓明的扶持,但她得到自己想到的名声与地位后,就开始操大女主人设,想要撇清和黄晓明的关系。 可能是真的喜欢杨颖,为了挽回妻子,黄晓明一改油腻霸总人设,显得十分卑微。 她在公开场合当众给杨颖提群,眼神中满满爱意,可杨颖却一个正眼都没给她。 最终,杨颖和黄晓明还是离婚了。 而根据相关规定,黄晓明要给杨颖自己的一半财产,即通过这次离婚,杨颖一下子就从黄晓明身上捞走了巨额财富。 不过离婚后的杨颖没有了黄晓明的帮助,事业一天不如一天。 反观黄晓明却活得越来越滋润,被败坏的口碑也回升了不少。 可能正是因为现在的资源大不如前,杨颖才选择加入光明会为自己的未来铺路。 不过这一切都是网友的猜测,也希望杨颖不要真的和光明会扯上关系。 杨颖妄想靠手段和心机在娱乐圈博得一席之地,这注定是不现实的。 想要长久地巩固自己的地位,还是要有相应实力。 希望杨颖能少动点歪脑筋,打磨演技,将自己的风评挽回。 请不吝ła��口混合чи。